敲开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门 学来向你 私师 会求主的圣礼 安静我们的心 来临听你的声音 对我说 主祢爱我们 祢采拜徒生爱子 耶稣基督 为众人的罪复权代价 再实际上说 神救的恩典 那是何等的奇妙 就是叫一切相信的救恩的人 都能够买百得 造成福音的真理 这些天赋 把我们从死亡全身的 阴暗中救抜出来 将我们离开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人的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 父神我们愿意再实地说 仰望你的恩典 是够我们所用的 因为我们的好处 不在你以外 全能的交波在你的手中 信靠你 让人刚强地跟随你 深知道你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一切问题的答案 在你的手中 有满足的喜乐 有永远的福乐 以及永生的叹光 我们恭敬地将以下时间 排列在主的面前 我们知道 直至此刻 我们能够安静地出来的殿中 不是偶然的 而是由你美好的旨意 让人唱过鲜意 从父神的顺礼 相关每个人的心思意念 透过今天金慧牧师的讲道 使用我们更多的认识你 奇妙的作文 也能够从生活中来活出 和你心意的样式 我们用西老文 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向灵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在 如同我们免得人的在 不叫我们遇见事犯 救我们脱离修恶 因为国度 全体 荣耀 全心灵的 使到永远 阿们 公主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既然在圣经 今天有两处圣经都在旧约 第一处圣经在以斯田第四章 十三到十七节 以斯田四章 十三到十七节 以斯田第四章 十三节 莫迪奈托人回复 以斯田说 你莫想在王宫里 强迫一切 尤纳人 得念之祸 只知你若必投不言 尤纳人 必从别墅 得解剖 蒙拯救 你和你 富家立志灭亡 燕之里得了王后的位分 不是为现金的机会吗 以斯田就吩咐人 回报莫迪奈说 你当去 招聚书山城所有的尤纳人 为我进食 山昼山夜 不知和和我的宫女 姚魏也要这样进食 然后我为力进去见王 我若死就死吧 于是莫迪改 照以斯田一切所吩咐地去行 第二处圣经解在 创世纪第一章 创世纪第一章 二十六到二十八节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云 空中的鸟 地上的深处 和全地 并地上所谷的一切恩仇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谈造语 神就赐福给他们 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 骗满地面 至于正义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讲道 结果